诗曰 古人行似寿 皆有大圣德 金人面似人 寿心不可测 虽孝未必合 虽枯未必欺 但解口投交 赴礼吉 话说大唐代宗年间 都城三百里外 有个吉弦村岳浦桥 驻一位官人 姓邵明玉 浩辩家 曲辩何必献之意 腹败权不少载 母丰二品夫人 垂条入阳 春轩并雕 十五岁上娶了太史方定龙小姐为妻 十六岁便生一位男子 是五月端午日生的 阴天终节 娶明天节 只是官煞太重 难于抚养 为此将她穿了两耳 带了金环 浙都 不在话下 丹提少便家 虽是书香之家 却淡于功名二字 好的是歌词勇诗 目的是其孟长君一派 所以家中做客厂满 生气英明的何止千百 因此人号他叫做小孟长 一日偶之二月念五日 东京风俗 这一日不分男女 聚在郊外踏青游戏 叫做铺蝶会 少便家就吩咐仓头预备酒席 往郊外先站一块有趣有景的山场 邀了二三个铭记 同几位失酒朋友 车马纷纷前去游乐 正所谓花笑春风 假提历日 这些男女 老的少的 翘的俊的 浓妆的 淡妆的淡抹的 一天 落意往来 少家站了一块地方 才铺瞻席为己靶展 只见家人匆匆来禀 说有一个远客拜访 是个应举声员 河北人士 必要面会 将明铁城上 写助通家蒙地卢起拜 那少便家是好客的人 见说远客相访 就吩咐家人发教去请 家人道 卢相贡献现在山下后 便家随换两个宠童同家人立妖卢相贡相见 原来这卢起是一个极尖狠的心肠 最可惜的相貌 只有二尺七八寸长的身材 脸如黑炭 左半边右生的古怪 魂如清电染成 黄染树 精 魂似铁丝出地 黑马满面 却如仰赌朝天 请到面时 但见 头戴凌云金 黄多造少 身穿步道袍 蛙旧甜心 两只匠色袜 头穿底落 一双半红鞋 跟道墙歪 不是五大郎重生今日 定是柳树今又下凡尘 当下卢起行道跟前 童子报说卢相贡请道 说上未完 早已笑倒半边 这些家人 朋友见了这个鬼脸 都笑得两眼眉缝 连少便家也忍不住笑起来 一时间进阶礼仪都弄不出 依罢 卢起已绝没去 少便家没法 只得吩咐家人暖酒入席 当下团团团 三杯已毙 便家命真大伤 求卢起行令 卢起推辞年幼 转求别送 才开的口 引动众人又要发笑 这对面做的就是文字仙 他便欠身说道 纪卢蒙兄不肯先赐教 小地铁在吃掌 只得见了 竟接这杯酒在面前说道 今日良辰盛景 诸贤相及 此会不亚兰亭 大家需要赴诗 尽欢而散 众人祈祷 尊教 文子仙道 今日八课相绪 献八个诗题 四个七颜诀 四个七颜绿 念烟永句 是何八题 禅琴 别拍 鱼梭 燕 简 是七颜绿 茉莉花 喧花 海棠花 水仙花 是七颜绝 先将个提书呈八指折好 盖于空河内 挨字送去 九道粘开 绝据律师随意复旧 举杯时 对习案板 连通三板 师不成者 左右各伐一大杯 四板不旧 伐二杯 五板不完 伐三杯 六板不完 左右伐五杯 何习株连聚伐三杯 本身出习公益 宣令已罢 当下章鱼谷首粘一指 是茉莉花 蕴芬香字 九道十 口战一绝云 清芬堪半幽北凉 宋得熏风满苑香 来自月长以种后 六宫 蒸蜜绿云棒 文于仙道 师虽平常 却成的迅速 孤免乏 第二就是自家了 章鱼谷便把酒送到文子仙面前 她也拈来 却是喧花 蕴芬风字 碎口战一绝云 迎秋毡震 赶金钟 翠带清飘窃面风 香远北唐鱼暗设 自削幽自在胸中 诸有句拍手称赞道 妙句妙句 毕竟是作家不同 文子仙千说不敢 第三就是妓女刘小霞 文子仙送酒过去 他捏的禅琴 蕴分藏字 石口湛一律云 怀音冉冉附框床 一曲悠然奏一扬 闻向风调松陵 陵 轻于全响时浪浪 先时欲抱伤音动 应律徐看树气响 莫道无闲偏有韵 广陵中在意中藏 银霸 众皆称庙 第四就是便家 他捏的是艳茧 蕴分一字 一碎银一律云 插池两语弄春辉 恋射还寻旧自归 贴水掠来一彩卷 入云才去玉成一 连前双骨开还合 掐后有书是也非 可恨离长柔不断 落花飞去总依依 腹壁 众皆称赞好劫财 第五就是妓女蒋兰仙 也负遗律 提示于梭 运分恶自池边公子柳中国 池内文人学至梭 洞畜川平夷之浪 竟时依落亦纵波 临渊献处空惆怅 带月归来废揣摩 只有又语与尺折 勿听波利霸银额 银霸 各席称好 第六是王子眷 蔫提示叠拍 运得春字 吉银一律 翩翩两翅粉光云 歌舞场中度此身 声道慢时应复节 应从浮处若寒贫 有时停板封前代 何处当檐草寄寻 是约周郎与同梦 花房柳木各生春 银霸 众人称道家作家作 风流恰于婉娘兰娘顶足而至 那第七位是妓女秋翠 王子眷送过酒 秋娘接了 年 提示海棠花 运分钟字 吉父义绝云 莫语无相有有痕 须知有运在园中 太真妃子三杯后 趁此交织两夹红 银霸 连忙把酒送到卢企面前 这莫纠缺盛的水仙花蹄目 运分郎子 只见卢企皆杯在手 只呆呆地举杯蹄目 三板不成 见至四板五板 左右已是连累 被罚过三杯 看看到六板将绝 还不像师承的 左手作的章鱼鼓 只得向卢企道 蒙兄民邦异财 和令赐教 地数量已赢 难再隐了 望剑教为感 卢企面皮帐红 过意不去 只是 做不出 看官 纳鲁琪也是清金 为何四句诗作不出来 因他平日只用心于八股文字 起成转合 如何晓得诗有三恋 恋句不如恋意 恋意不如恋阁 种种微细的道理 所以六板计诀 之字没有 只得尊一令官 出席听差后罚 和席巨罚三大杯 左右二人陪伐过了 这边说 想是得罪卢兄 故意不肯赐教 那边道 我们淡裂之才 想是不堪教训的 你一句 我一句 说得卢企站在旁边 跃绝没趣 便家与众人为罚酒过多 各个饮得鸣鼎潦倒 都 要到山前困步 行一行酒再做 说罢一起起身 在卢企入席半日 却不曾吃得半杯酒 尝得一品窑 本性原是贪杯 旷又消富来的 说不出一度脾气 也只得随众人下山闲步 肚里仪众人行这个令 分明是要奚落我 已有八九分不悦了 恰又欲助一个恶少 穿着大红家袄 一路摇摆着来往妇女 众人都厌恶她 少便家已有六七分九亿 碎口送二句道 胸中多臭份 腹内少文章 这不过是燕那恶少的气息 不料那卢企听了 错认便家是有心计窍我 双引号 便勃然大怒 不别众人 愤愤而去 说 我若有一日得志 势必杀尽此辈 急更息时 不见了卢企 便家便寻不惑 大不过意 归时 又令家人访问寺院各狱 欲亲去答拜 要送成一请酒 不亦踪迹全无 只得罢了 怎知卢企怀恨发奋公输 五六年岁成名氏 后来许多官吏市民受他大泪 不知便家如何躲避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奋公输